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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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實現抽到西門捷運站 西門捷運站 來吃 我查到一間 我以前就是在西門打滾這麼久 完完全全不知道這一家店 港式的早餐 他只賣到下午一點半 事不宜遲 我們出發 出發 我以前從來沒吃過這種食物耶 我吃過煉乳啦 可是沒有吃過這個叫什麼包 奶油脆豬 奶油脆豬 它是煉乳 它是奶油加煉乳 有乖乖的味道 乖乖 乖乖也有的口味 不是這個 這我在香港也沒有吃過 超酥的 超酥的 有甜嗎 很香 然後 真的是怪怪那個甜味耶 我覺得是很順的那種餃子 我是吃甜的 這個嗎 你有用過嗎 他是 有關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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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扒包 有 我一直想說 為什麼豬扒包 不是包 豬扒吐司 喔 豬扒吐司 對 所以有豬扒包是不是 有了有了 是我們注意點這個 嗯 好吃耶 它豬排 豬排 豬肉 豬肉很好 鮮鮮的那種豬肉 生菜也很甜甜 嗯 這很香耶 這飯糖很剛好 我覺得它介於那個 鮮奶茶跟奶茶中間 就是調和的那個感覺 好喝 好喝 去冰就可以了 OK 不用怕太甜 好 欸就是蛋沙拉 就是蛋與沙拉 就是蛋與沙拉 我們吃飽了 我們今天有請去過香港 二三四五次的球球 來總結一下 這間店 欸我先講一下我的想法 因為我是完全沒有去過香港 所以所有的港式料理 或者吃過台灣的那種 台式的港式料理 我要先說這家店我很喜歡 我覺得至少它每一道的口味 對我來講都是非常好吃的 我覺得這家店就是好吃 它是港式的料理 但我覺得它不到 百分之百醇的那一種 就先講我們的主餐 豬扒三明治 正常來講 香港的豬扒三明治 沒有這麼多菜 沒菜 看起來很簡單的東西 但是也是很好吃 豬魚扒 沒錯沒錯沒錯 我們剛剛那個生菜算滿厚的 它就是你很簡單的 就是三明治配豬扒 可能有個蛋大概就是這樣 對 相當單純 對對對 但是這個就比較偏台式的料理 它有改變一點 那我想問它的味道是很像的嗎 先撇開蔬菜那一塊 我覺得肉有一點像 但是我覺得香港的會再更有一點 第二個就是那個脆豬 脆豬 脆豬那個是我在香港很想吃的 一直沒有吃到 今天吃脆豬之後我覺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符合香港的味道 但這個味道我是蠻喜歡的 去香港我可能會再試一下 它是奶油加煉乳 所以它沒有煉乳那種死甜單一的甜味 所以它尾韵還有一個很香很濃的奶味 對 我最喜歡的是它麵包的口感 它麵包的口感 真的我覺得堪餅 法式產品的那種硬發麵包 有脆度 然後接下來就是那個吧 我們要加點一個套餐 套餐我覺得都蠻好吃的 但是我覺得它雞球比較特別 它雞球好像有這種醃肉的感覺 你有個香料味 對它不是辣味 它只是香料味 但是也蠻好吃的 然後最後那個奶茶 奶茶絕對要講一下了 身為奶茶達人 港式的奶茶通常我喝熱的 不管什麼時候去我都喝熱 原因就是因為港式熱的是無糖的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糖 算是比較偏三分糖 大概是 它是固定甜度半糖 對 然後我有先特別問過它 那你們的甜度 對於其他一般早餐店的口味大概到哪裡 它覺得本身會比其他早餐店再不甜一點 對 所以我直接選擇完全去餅 對我覺得它大概就是三分糖 嗯 我個人本身不喝糖 但是如果真的香港的 他們的港式奶茶 嗯 茶味味會再更重 澀港味再更重 港式的菜單 但是台式的料理 我覺得蠻好吃的 我覺得也很符合我們的味道 酒味啦 沒錯那我們現在點了兩個餐 一個套餐 總共吃了260 對總體來說這間店我們 來吃 對對 吃 大家好又是我 OK 今天最重要的環節 沒錯 走 景美 差不多了嗎 要往那邊去了 有 下一站 景美見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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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